嗨,大家好,我是榴莲哥 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榴莲的价格 榴莲的价格现在到底高还是不高呢 很多人说现在茅山王啊,黑吃啊,很贵 到底贵不贵 来,我们就我们过去看一看到底网上的朋友在讲什么 Let's go 一树能挂果几十个 为何榴莲的价格还是让人望而却补 喜者闻香,勿者闻臭的水果之王 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榴莲的种类有几百种 颜色越深,香味越浓 讲的是有道理,榴莲有几百种 哇,讲出话吗?几百种,有错吗? 颜色越深,香味越浓 哇,这个我不赞同 颜色越深,味道越浓 这个是山榴莲来的 所以下次要拍Lisa拍茅山王黑吃好不好 哇 有一点道理啊 但是你拍的这个榴莲肉好像是山榴莲 山榴莲哪里会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山榴莲 我也吃过 不可以气啊 嗯,不可以气到底华语要讲的 不可以气啊 他们大多产自东南亚 听得最多的是猫山王 吃得最多的是金枕头 哇,哇塞 这句话我听得有一点感想 我要知道是什么意思 听好来啊,他讲什么 听得最多的是猫山王 吃得最多的是金枕头 啊,这个可能不是在马来西亚咯 是在中国啦 对不对 在泰国 种植榴莲的方式有两种 种子培育和嫁接育苗 为了提高时效性 农民往往会选择后者 例如牙接 抗病强生长迅速的种子发芽后 作为嫁接的真木 在牙苗上切个口 按照切口的形状 修剪结穗 让牙苗和结穗无缝闭合 再用保鲜膜固定 这样 嫁接的过程算是完成了 在苗圃生长两到三个月 小树苗就会移植到种植园 工人用挖掘机 按一定的距离 堆好一个个大土包 除此之外 还需要提前安装浇灌系统 榴莲是一个喜欢潮湿的物种 在旱季要给足水分 不然会干苗 你没看错 这么大的土包 只种一棵树 它们喜欢微酸的土质 对环境的要求也很刁 除了洗湿外 年平均温度超过25摄氏度的地区 才能接触好果 海南也能种植榴莲 但因为温度不够 很难产出高品质的榴莲 最适合种植榴莲的气候 是在中南亚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这些国家 新加坡 北拉 新加坡没有地方种了 在新加坡很多块 马来西亚吃榴莲的 新加坡不是不可以种 气候是非常好 土地也OK 但是没有地方 所以它们不过来 马来西亚吃榴莲 所以即使榴莲能引入种植 但还是进口的口感好一点 要进口的口感会好一点 这是真的 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一样 在马来西亚 不好的 外国进口是比较好的 它的东西数字会比较好的 一样的 所以不要怪它们 农民会定期给榴莲苗是非 每年喷洒两次农药 种下去五年左右 榴莲树会结出第一茶果 开花季节 树干上首先会长出一坨坨小疙瘩 然后变成黄绿色的树芽 再过段日子 就会变成一个个小棒锤 这可不是小榴莲 那只是榴莲的花苞 榴莲花非常好看 都是一树一树的长 品种不同 颜色也不一样 除了有黄色的 白色的外 还有行男最爱的桃红 它们不但好看 还能拿来做菜 红色的榴莲不可以的 红色的榴莲是山榴莲 所以不要种这种红色的榴莲 对不对 有红色花的榴莲 讲错了 红肉 红的果肉 OK 红色的花 不行啊 听好了 下次种榴莲要选择 对的榴莲 花蕊部分 可以做成一道爽口小菜 有创意啊 拿榴莲花来炒菜 以前我有吃过 但是味道麻麻地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哪里有可以 可以吃到这个榴莲花 我想要去尝一尝 来 往上的朋友 告诉我好不好 写上去 在哪里 我过去吃吃 给大家看 好不好 花蕊部分 可以做成一道爽口小菜 榴莲开花后 果农会把花粉收集起来 帮它们人工兽粉 就是把雄蕊的花药剪下 往中间的雌蕊柱头 涂上去就可以了 兽粉后 树干上就会长出一串串小榴莲 为了提高榴莲的质量 果农会适当减少一点用果 榴莲一年一熟 从树苗到结果 长得最快的榴莲也要五年左右 有的品种则要十年以上 种植周期尝试榴莲贵的原因之一 每年六到七月 是榴莲最好吃的季节 但一般四五月 果农就开始收果了 成熟的榴莲 在自然环境下 只能保存两天 泰国的榴莲一般会出口到国外 采摘成熟的榴莲是不现实的 在榴莲半熟的状态 就要开始摘了 因此最好的榴莲 只能在产地才能吃到 对对 这个我同意 泰国采摘的榴莲 味道不是很好 因为是半熟不熟的榴莲采下来 然后硬到中国去 还是开始吃 那种不太熟的榴莲味道 怎样 也是长差一点点的嘛 对不对 摘榴莲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 有两个人完成 树上的人负责摘 下面的人用不来接 每次投果 上面的人都要好好瞄准 放错位置 那可要吃席的 收获的榴莲 要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市场 这种时效性 造成巨大的运输成本 所以我们吃到的榴莲 价格往往比产地高几倍 如果采摘的是成熟的榴莲 则会被运到加工厂 加工成果肉 用液氮速冻 这样的榴莲肉保之期相对更长 也便于运输 这就是为什么 冰冻榴莲肉 比新鲜榴莲更便宜的原因 好 各位网友 看过了这个视频 你是否明白了 榴莲为什么 价钱会这么贵呢吗 哇 榴莲季节来啊 吃得牙齿痛 讲话都含糊不信啊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啊 拜拜 各位网友记得订阅哦 分享哦 按赞哦 下次见 我再给你介绍更好的榴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